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往往忽略了他们为此付出了近乎自虐般的努力 1.自律更自由 一个自律到骨子里的人看上去大多是无趣的 在别人出去玩乐的时候一个人窝在那里看书 在别人享用着美食的时候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鱼 周末的时光很多人慵懒地睡到中午 他依旧雷打不动地早起 跑步 看书 工作 这样的人不仅看起来无趣 甚至感觉有自虐倾向 活得一点都不洒脱和自由 但真实情况是 自律的人比不自律的人要自由得多 如果你总是随心所欲 讲究及时行乐 不知道努力 别人玩你也玩 别人努力你还在玩 依旧放动自己 那么如此不自律的你 现在看似是自由的 但你会发现自己越活越没有自由 没有选择的资本 康德说 所谓自由不是随心所欲 而是自我主宰 越自律越有话语权 身体和人生都是如此 一天两天看不出来 一个月两个月也许还是看不出来 但是一年两年 甚至十年二十年 自律的人和不自律的人 终将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 付出和回报是成正比的 量变足够了才可能促成质变 这就是一个人为什么要自律的原因 和梦想沾不上边 就是简简单单的 为自己以后能真正自由一点 身体和人生都自由一点 是啊 越是自律的人越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才不会把时间和精力白白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 而是真的把碎片化时间都利用起来成长自己 二 所有优秀背后都有苦行僧般的自律 说要自律的人很多 可坚持自律的人很少 就像爬一座险峻的高山 越临近山顶 能够咬牙坚持往前走的人越少 好的坚持本身就是种自律 还记得去年的时候 一位名叫沈华的96岁老爷爷走红网络 健身26年的他体格健壮 完全不像一个近百岁的老人 大家都喊他华仔华叔 沈老每天的作息时间非常规律 从不超过晚上十点睡觉 早晨四点多就起床活动身体 每天下午到健身房报到 他的同龄人很多都已经不在了 沈老说 现在健身和运动是我最好的朋友 七十多岁的沈华 最初进健身房总遭遇很多白眼 很多人都觉得他一把年纪 肯定坚持不了多久 可现实是 很多年轻人只是健身房的过客 沈华却用二十年变成了为人熟知的鸡肉爷爷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 从三十岁开始写作 至今已快有四十个年头 创作出了大量的作品 经典又高产 村上春树写作有个习惯 他每天只写四千字 四百字一页的纸每天写到十页就停下来 另外他每天都会拿出一个小时出来跑步 雷打不动 正是这种高度自律 让他有精力能够持续产出优秀的作品出来 商业大佬们的自律性更是可怕 李嘉诚那么成功的人士 依旧坚持每天晚饭后看英文电视 不仅看还跟着大声说出来 怕自己落伍 每天零睡前坚持看书阅读 同李嘉诚一样自律的商界大佬很多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 几十年来坚持每周至少看两本书 很多时候不是优秀才自律 而是你自律了才会变得优秀 而那些自律的人 往往连老天爷都不忍心辜负他们 三 越自律越优秀 认知突围中有句话说 所有的懒惰放纵自制力不足 根源都在于认知能力受限 越自律认知能力越强 人和人的差距就是这样逐渐拉开的 一个人的自律中藏着无限的可能性 你自律的程度决定着你人生的高度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怎样活着 有人认为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 没有问题 但我想告诉你 自律的人生其实更加美好 因为当你知道自己想要去哪 并且全力以赴奔跑的时候 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 真正能够蹬顶远眺的人 永远是那些心无旁骛 坚持着往前走的人 愿我们真正成为自律的自己 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人生没有进路可走 但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越勤奋越努力 越自律越优秀 林清选说 改变表象的最好方法是从内在改变 外在的光彩源自于内在的精彩 一个人活得高级 正是因为他心中有优质的观念 优质的观念就像优秀的导游 因你选对路径 发现人生中最美的景点 就像顶尖的采光工程师 帮你采取行动 发掘生命里闪耀的宝藏 如果问你 一个性感的女人是什么样的 你可能会回答 有娇美的容貌 曼妙的身姿 在我看来不但如此 性感不应该仅是外表上的美感 也有种内心里的不服输 是一次次冲出去的勇气 也是一次次收回手的底气 身材性感是优势 活得性感是本事 当代女性最高级的性感 往往藏在这五点里 一 拥有勇气 先讲一个故事 读大学时 杨岚成功从一千多位 应选者中脱颖而出 和江坤成为大盗 主持正大综艺 时间紧 任务重 挑战很严峻 但两个人 却让正大综艺 成为央视最好的节目之一 杨岚也获得 中国第一届主持人金话同奖 名利双收 处处茅庐 战绩卓越 所有人都觉得 杨岚接下来的主持人之路稳了 杨岚却做了一个 让大多数人难以置信的决定 辞职去留学 那时候的留学门槛很高 留学政策也不惯松 去留学意味着失业 要从头开始 很有可能竹篮搭水一场工 很多人都劝她 杨岚你放着央视台柱子不做 偏要跑出去做穷留学生 傻不傻 但杨岚鼓足了勇气 她给自己写了一句话 我知道 丝丝纹纹的你 却最渴望冒险 在高原上与日月热烈的舞蹈 一个人的勇气 很大程度上决定她的人生走向 最终 杨岚顺利考取了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 又在两年硕士毕业后 尝试了不同的方向 她的身上也因此有了更多的标签 媒体人 主持人 慈善家 企业家 畅销书作家 她还创立了天下女人研习社APP 也有了自己首档知识付费栏目 杨岚读书 一路走来 她一次次调整方向 冲出去见识更大的天地 经历不同的人生 都说漂亮的女人最性感 但在我看来 胸中有激情 脚下有方向 敢于向前突破一步的人 才最有魅力 二 坚纳年龄 还记得去年金记奖的颁奖典礼上 永梅说了一段话 可不可以不要秀掉我的皱纹 那是我好不容易长出来的 现在的我不仅不会对皱纹感到紧张 反而有些骄傲 年龄不是我的敌人 我的故事写在我的脸上 短短一句话 展现了她的心态 表露了她的自信 作为女性 年龄 似乎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看 二十五岁不结婚就没人要了 三十岁不生孩子对不起家人 四十岁还没搞出名堂 这辈子就完了 这样的话 为我们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上几了八条 不断告诫我们 你已经不小了 别再折腾了 可人这一生 哪能真的被几个数字限制 回看永眉的演员录 二十六年节 她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在饰演配角 但她不惊慌 不焦躁 兢兢业业塑造每一个角色 淡定坦然面对人生每一次变化 面对年龄的增长 她从容回应 每一个年龄段都有她的美 你去让那个美绽放就好了 她坦然面对时光的流逝 淡然接受岁月的雕琢 最终成就的是独一无二的自己 看过一句话 人生最大的壁垒 就在我们的头脑中 因为我们强加涉陷 才让自己果足不浅 年龄从不该成为一个女人的绊脚石 那些无惧年龄 从容而活的人 自有净水深流的力量 喜欢一句话 一个人最好的投资 不是房子 不是伴侣 而是自己 想起身边的一个朋友 她毕业后早早结婚生子 过上了别人都羡慕的逍遥日子 那阵子 看着她的日子光鲜 周围人都会砸舌头 说她就是命好 嫁了个好丈夫 却没看到这一路走来 她从来没有放弃过最自我的投资 工作虽然倾斜 但她会利用下班时间 培养自己做饭 插花的兴趣 让生活小有情调 有了宝宝后 她学习育儿知识的同时 坚持速身 跑步 自律又节制 朝夕相处的老公评价她 拎心风盈 自在随安 婆婆也喜欢她的修养 陪她一起插花 读书 家里刚会说话的小孩子 也总爱缠着她讲故事 有句话说得好 人生毫无竭境可走 无非都是一环扣一环 前期的每一份投资 都将打造现在的你 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投资 就是自己 这个世界 外在的每千篇一律 但由内而外散发的气质 才是一个人最好的名片 真正厉害的人 都懂得丰富爵士 充实涵养 给自己长远投资 正如嘉明说的那样 对未来最大的慷慨 就是把一切献给现在 多年之后你会发现 自己成了岁月不败的美人 四 控制情绪 网上有一位奶奶 今年99岁了 她的人生有一大爱好 吃 每天不是在吃东西 就是在去吃东西的路上 网友们亲切地将她 称为吃货奶奶 在她的眼里 没有什么烦恼 是吃一顿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吃两顿 有人跑去请教她 长寿的秘诀 老奶奶说了五个字 保持好心态 家里人说 她也有生气和情绪失控的时候 但老奶奶从不升过业气 哪怕压力爆棚 也会消除负面情绪 让自己已轻松地一面试人 久而久之 好心态给了她健康的身体 也让她的生活有趣充实 格外丰富 她会跟着孙女玩游戏 学跳舞 服面膜 解除新鲜事物 凡事都乐呵呵地 让她成为了全网羡慕的对象 费斯汀克法则说 生活中10%的事 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组成 另外的90% 则由你对所发生的事的反应所决定 想来的确如此 人生之事 实之有八九不如一 你用怎样的心态去面对它们 决定了你人生的质量 只有心态乐观 情绪平稳 做事才会沉稳 生活才会顺遂 人生才能步步生化 五 学会求助 心里自权之五志红说过一句话 很多人怕麻烦别人 但是不麻烦彼此 关系就无从见利 想到很多人在生活中的现状 看过这样一个视频 课堂上 老师让孩子们练习动词使用 他问 妈妈回家后都做什么 学生们的回答出乎意料的雷头 妈妈放下钥匙 换了鞋 走进厨房 开始洗菜 做饭 喊我做作业 老师又问 那么爸爸呢 学生们不约而同地 翘起了二郎腿 摊坐在椅子上 做出玩手机的姿势 网友们笑了 这是全国爸爸统一姿势啊 看完这个视频你会发现 似乎大多数女性 都喜欢将重担扛在自己肩上 很少求助 却少互动 而家庭矛盾 也会在这样的小细节中滋生 那么该怎么办呢 杨岚在新书《大女生》中 分享过自己的生活经历 她说 孩子刚出生时 自己会主动和父母 公婆 讨论照顾孩子的分工方式 最终达成共识 老人负责孩子吃饭 睡觉 外出接奏 自己和老公负责教育 游戏和户外运动 孩子生病 医生朋友特别多的爷爷 安排孩子进医院 一家人分工明确 各司其职 相处也舒服了起来 学会求助 是建立自己的支撑系统 让自己即便手忙脚乱时 不至于孤身一人 懂得求助的人 生活会更自在 人生也更从容 有人曾问杨岚 女孩上那么久的学 读那么多的书 最终不还是要回一座平凡的小城 打一份平凡的工 嫁做人妇 洗衣煮饭 相夫教子 何苦折腾 杨岚回答说 我们的坚持 是为了就算最终 跌入繁琐 洗尽千花 同样的工作 却有不一样的心境 同样的家庭 却有不一样的情调 同样的后代 却有不一样的素养 一语道破人生真谛 对女人来说 这一生最重要的 不是成为谁的妻子 谁的妈妈 而是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 明确自己要走的路 和要成为的人 如此 才不负来这人间一趟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 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林言希望大家都能怀着 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 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